台北清真寺 這連宗教票也想一網打盡 但現在卻有可能殺出陳咬金 當然他... 我認為他這個時候出來選 票數一定很高 但是... 但是... 不過這樣啦 對我來講 我自己該做的事情我會做 不願意批評民進黨你知道 這個... 要哪個白痴的政策 決定的這個政策 我覺得要檢討一下 教育部拔館被柯文哲痛批白痴政策 而且館忠銘無法就任台大校長 開始有人立拱館爺 前總統府發言人陳以信 在連書寫下 台大不讓館 台北需要館 要幫館爺連署選台北市 作家苦林也參一角 要館爺不要再受這口鳥氣出來選 柯文哲選市長也是因為受到迫害 那對館忠銘來講 唯一討公道的方式 就是出來選台北市長 而且以對藍軍來說的話 那個... 宗敏是一張網牌啊 他出來的話絕對可以... 可以威脅到柯文哲選 還有網友大膽假設 說台北市145萬票中 至少60萬票會被館爺拿去 但藍營四搶一 初選民調週日正要起跑 布局恐怕被打亂 宗敏當然願意 他出來選當然是最強的 強棒在犯 大我跟小我身為藍營的黨員 都要有基本的衡量了 管忠銘以黑馬資質 竄出頭 市議員鍾小平也甘願讓嫌 被稱作國民黨最強棒 有沒有可能和柯文哲上演廝殺 還是得等到當事人出面解答 三天線綜合報道